知名音樂人李昆成 大獎銀過世後 小40歲的林靜欣 繼承了他在台中的房產 引起兒子李卓軒的不滿 頻頻爆他各種罪狀 但他始終神癮 到了22日晚 林靜欣突然衝上微博二手的排行榜 有很多娛樂博主 說台灣媒體報導 李卓軒疑似因為遺產問題 心心不滿 對林靜欣痛下殺手 目前已經被警方逮捕 但其實是假新聞 繼承了李昆成的房產後 林靜欣很快就賣了 還一度住進五星級酒店 但自從被踢爆後 他很快就搬走了 面對李卓軒的各種指控 他都未曾現身回應